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個星期我們都一起出去潛水 下水底拍攝 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困難 煩惱 都可以一掃而空 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減壓活動 在海底世界中 會看到上帝的創造 無論是多小的海洋生物 顏色 外形 都是很精細的創造 我還沒潛水之前 我是想像不到潛水 有這麼多豐富的東西 信仰有時都需要進入處境當中 你才會體會到那樣東西 是多麼真實 多麼豐富 浩瀚的海洋 佔了地球面積的百分之七十 人類只能夠在其餘百分之三十的陸地上生活 而地球上八成的生物都是在海洋 但是我們對海洋的了解非常少 到目前為止 只是探索了海底的百分之五 不過一般人潛水 能夠到達三十米深的海底 就是珊瑚礁和水生植物生長的區域 這個深度是海底最圈難的世界 色彩繽紛的海洋生物 種類多不勝數 很多都是奇特有趣的 這個水底世界 就像一個奇幻樂園一樣 所以不少人都迷上了潛水這種活動 林俊由2005年開始 每一個星期都會去潛水 很多人都叫她做潛水牧師 因為她是教會的牧師 星期日在台上廣道 星期一就變身做潛水攝影發燒友 欣賞和拍攝多姿多彩的海底世界 每一次下去基本上就叫一個潛 例如考教練 她就指明最少要有100次潛水經驗才可以考 這麼多年 我自己都超過2000次潛水經驗 其中我想超過一半都在香港潛 幾乎真是每個星期一放假都會去潛水 每逢放大假都會和太太一起 就飛去外國那裏潛水 基本上所有的假期都用來潛水 很多香港的潛水員都喜歡去外國潛 就覺得在香港相對沒有那麼多東西看 但因為我自己覺得在香港潛 有另一種樂趣 就是不是那麼多東西 不過當你找到的時候 那個滿足感和興奮度是更加大 越來越享受 找到很多不同的生物 包括我自己最喜歡的海骨魚 彎彎魚 一邊玩一邊玩 其實也跟著一邊學不同的一些級別 都已經考了一個潛水教練的牌照 都是每年可能開一班至兩班 只是教一些大英姊妹 帶她們去體驗一下這麼神奇的海洋 因為平時都會見到牧師 會在Facebook上經常負責海洋生物的相片 自己都很有興趣 所以21年低起心肝 就問牧師可不可以教我學潛水 於是就跟了牧師去學潛水 自此之後就每個星期一 都會和牧師一起出海潛水 落到水底世界 跟在陸地那裏是很不同 那些生物會是很漂亮的 因為未見過 還有在水底會有一種很平靜的感覺 養得我個人是很放鬆的 所以自己都外上進去 在我們前面就有很多裝備 第一,我想我們很緊要下水就要呼吸 呼吸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有氣瓶 當然就這樣氣瓶是呼吸不到的 所以需要有一套的調節器 把這些高壓的空氣變成 即是跟大氣的壓力相近 我們咬住它就可以呼吸得到 蛙鞋就讓我們在水中可以推進 對,面鏡也是很需要的 另外還有一隻錶 對,那就是潛水電腦 一會兒我們帶著它 其實所有的資料都給你了 當時的水深是多少 我們潛了多久 還有多久可以潛 其實這個電腦錶都會全部計算 顯示給你看 對,都需要有一件浮力衣 這浮力衣的功能很多 一個就是可以綁住 瓶子、背部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都是用裡面的空氣 充滿衣服之後 你就可以很自如地浮在水面上 休息的時候用 當然下水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放好氣 才下水 裝備就已經穿好了 現在我們要準備下水了 不過呢 當然 留了介紹我們最名貴的器材 就是這部潛水相機 其實相機都是一般的相機 不過呢 當然要加一個防水的外殼 以及一些閃燈 其他的裝備 都挺貴的 不過 靚相片是無價的 OK,Let's go 發覺原來真的很棒 當你一落水 你是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 那樣 你在岸上很多的困難 煩惱 都可以一掃而空 所以 自此我就很喜歡去潛水 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減壓活動 那樣 加上開始慢慢玩樂 我又學攝影 原來在水裏面 有很多千奇百趣的海洋生物 當你找到牠的時候 又拍照 原來那個滿足感都很大 我又會在網上 和朋友去分享水底的美麗 去分享上帝的創造的豐富 其實都是很棒的 我自己特別是喜愛一種叫海潑魚的生物 其實牠是類似一些無殼的蝸牛 生活在海裏面 牠主要的食糧都是吃一些珊瑚的 食完之後 那些珊瑚的毒素就會儲存在牠身體裏面 就會形成牠的防禦機制 亦都會把那些顏色都放在牠身上 作為一個警示 讓其他生物知道牠有毒 就不會亂吃牠 所以每一次拍攝 其實都是有很鮮艷的顏色 就會覺得真是很奇妙 海潑魚有很多種 如果全世界來說 應該是有三四千種 亦都是不斷有新的發現 這樣加下去 很開心 其實漁護處都知道我 拍了很多這些海潑魚的照片 都問我拿了一些照片 最後就說 當中有十幾種 之前沒有在香港被人記錄過的 我都把資料提供給牠 在香港來說 我自己暫時發現到的 大約有150至160種不同的海潑魚 大小就差別很大 最大的那些是可以超過一隻手臂 前臂那麼長的 小的就真的小到好像一粒芝麻 那麼小而已 在海底世界中 會看到上帝的創造 無論是多小的海洋生物 無論是顏色 外形 都是一個很精細的創造 我想起 聖經中也有提過 天上的非鳥 不種也不收 但上帝都會養活牠 何況是我們呢 所以有時候 我自己都會不開心的時候 我都會去看自己的Facebook 錄一些相片 讓自己的狀態 進入海洋世界當中 去經歷在水底裡的平靜安穩 我看見神的愛 在溫暖的陽光 我看見神的愛 在澎湃的海洋 我看見神的愛 在年齡的星長 我看見神的愛 在你我的臉上 青少年時期 比較好動的林遜 後來為何做了牧師呢 原來他在香港的中學畢業之後 就去到美國讀大學 第一年就信了耶穌 他本來主修數學和電腦 不過讀了兩年 覺得不適合自己的性格 所以就轉讀酒店管理 不過他還未找到自己的興趣 他就祈禱等待神的指引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 他就明白自己將來要走的方向 那次教會就搞了一個退休營 我們差不多有幾十人 就駕著十部試駕車 就一起去一個退休營 就有一個露營 我記得那次在途中 我們大家都黑眼睡 結果連司機都睡著了 那輛車就飄出了高速公路 當司機凍醒了的時候 那一見到車出了就很心急 想將車拉進入公路 但因為那個彎太急的時候 那輛車就反 而我就在後座窗口的位置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拋出車外 那我就想起床 但起不了 那當時其實都害怕的 那自己就會一路想起自己一生 沒什麼做過很有意義的事 那是有點惋惜的 那直至到我想起 剛剛那個聖誕節回來香港 帶了兩個妹妹 回教會的時候 突然間心裏有一份很大的滿足 覺得也不要緊 就算我這一刻離開世界 我人生裏都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林俊牧師後來被送入醫院 經過檢查之後 竟然完全沒有受傷 連醫生都說是一個奇蹟 而這次意外 就令他找到人生的使命 最後投身全時間全福音的工作 其實每一個人都害怕遇上意外 而潛水就令人覺得 是很容易發生意外的活動 那實際上是不是這麼危險呢 當然下水玩是有一定的危險性的 在學潛水的過程中 我們會模擬所有有機會發生的一些危險 或一問題是學會如何解決 在水中遇到困難 我們通常有一個程序 就是先停下來 想一想 然後再行動 有時人生都是 在突發的一些困難出現時 停下來想一想 其實在水中不外乎幾種不同的危險 第一就是如果儀器發生故障 譬如那件浮力衣穿了 或者呼吸器流氣 其實這些都會造成一些危險 不過在學潛水的過程中 我們都知道如何應付 只要冷靜 其實都是可以處理的 另外一種危險就是自己的疏忽 譬如上落水太急 或者我們玩得太過忘形 忘記看我們的氣錶 突然看的時候發覺已經沒有氣 都是一些危險 所以在潛水的過程中 我都會不停要看自己的深度 那個情況 還有多少氣靜 謹慎自己的情況 多些反思自己 其實都重要的 第三種的危險 就是在水中 可能會遇到一些有毒的生物 其實在香港我們都見過 譬如南軟八爪魚 獅子魚 這些都是很毒的生物 盡量不要去接觸 或者去搞那些生物 牠們主動攻擊人的機會 其實是很微的 我覺得有時人與人之間都是 如果我們懂得去尊重人 懂得去愛人 其實我也覺得人生很多的問題 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在海裡 我們也是學到這一種人生的功課 潛水很重要的一個安全守則 就是一定有一個潛伴 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都可以互相照應 的確在我這麼多年潛水的經驗裡面 都是見過很多的意外發生 都是因為有這個前半的幫手 然後才可以化險為宜 我記得我自己最初 未信耶穌之前 我個人都是很不懂得跟人相處 也都不是很多朋友 好多謝當時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是不嫌棄我 願意去陪伴我 帶我去信耶穌 在信仰裡面慢慢的成長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信徒 其實都應該要珍惜這些同伴 可以讓我們在人生信仰上面 都有很多的幫助 其實林進牧師在教會裡面 都是跟弟兄姊妹同行的 當他們有困難的時候 都成為他們的幫助 我自己本身有情緒病 有試過有兩次情緒波動得很大 連家人都控制我不到 都不知道怎樣幫我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在教會參加了一些小組 其實同牧師在當中都會說很多自己的事情 當中都建立了一份信任 所以當我有事的時候 我先生都會找到牧師 兩次就載我到醫院 正正是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 然後就一直陪著我和我家人一起去走這個比較困難的路 所以其實我們一家人和牧師都熟 最後我先生和我兒子都跟牧師一起學潛水 進入了海人世界那裡探索 林遵牧師我認識他的時候應該是2003年左右 2007年開始我們直至現在每個星期 我們都一起出去潛水 下水底拍攝 記得數年前山竹這個颱風是非常之強勁 當日我去了西貢碼頭區 沒有開車去 但我住在白沙灣 我去了西貢碼頭區 跟朋友見面協助 之後我一直走回來白沙灣 樹不停地塌 硬物不停在你面前飛過 那一剎那我其實很擔心自己的安全 我躲在一個電話亭附近 我立即祈禱 求主給我引領 當我祈禱完之後 突然之間我就會看到 本來是完全沒有車的一條馬路 在短短三十秒之後 是有一架車出現 慢慢駛近我身邊 在我前面 我是非常之震驚 因為那架車就是林遵牧師的車 我上了林遵牧師的車 我亦都跟林遵牧師說 我說在一兩分鐘之前 我還在騎肚子 我竟然在漫天風雨之中 看到你的車 私私然出現 我簡直覺得是神的安排 在教會做牧養教導工作 是靜態的 似乎跟潛水那麼刺激的活動 拉不上關係 但林遵牧師就覺得 在水底世界 更加令人看到神仓造的偉大 而且潛入水中探索的精神 亦都可以應用在信仰探索之中 同樣會帶來人生的驚喜 那一次其實都是在香港潛水 但我去到潛水的地方 才發現原來我忘記將我的相機 放入我的防水殼裏邊 當時當然是很失望 變成今次這個潛水是沒得拍照了 結果我就拆了我相機上面 一個很細細的攝錄機 就拿著它 周圍潛的時候就拍一下 一定拍不到我平時 是很想拍那些生物的 但竟然在那一次裡面 就讓我遇上一條很罕有的八爪魚 還要是當我發現牠的時候 牠是生了一些蛋在背殼上面 牠是用其中的一些爪 牠拿著蛋在那裡搖 就看到那些嬰兒 就在蛋那裡呼化地走出來 那一刻我就全程將牠攝錄了 就很奇妙很奇妙 那我看回頭 我都感恩 因為如果我有帶相機的話 我就未必會錄得到這條片 因為我會掛著拍照 我會覺得原來人生都是很有趣的 有時我們自己有很多我們自己的計劃 但是有時上帝安排的 未必是我們計劃之中 但是只要我們繼續積極地面對 順靠上帝 其實上帝可能會帶領我們 發現很多我們平時看不到的東西 可能給我們有一些額外的恩典 都不頂 如果你問我 我未潛水之前 我是想像不到潛水 有這麼多這麼豐富的東西 是直至到我真的跳進水裡 才能夠慢慢地體會得到 我相信有很多未信的朋友 他們都很想解決所有的疑難 然後才相信耶穌 但其實信仰有時都好像一個人生的經歷 我們是需要真是進入去的處境當中 你才會體會到那樣東西 究竟是多麼真實 多麼豐富 我真的為不足道 像灰塵 小事也沒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你仿佛在對著我 你仿佛在對著我微微笑 天啊 耶穌欣佛在對著我 耶穌聽見我的道道 耶穌聽見我的道道 千萬人眾 他尽管心我的需要 走个第一路 要幻想要泪水 都留下出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耶稣将我紧紧拥抱 我甚至遇到 他是我永远的依靠 走个第一路 要幻想要泪水 将千为出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 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山 才发现天要多高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为目阻导 像灰尘 消失也没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 轻声告诉我 一切他都看见了 我所有挣扎 所有软弱和跌倒 将成为 祝恩典的记号 当我呼叫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千万人中 他尽管心我的需要 走过第一路 要幻想要泪水 都留下 都留下 出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耶稣将我紧紧拥抱 我甚至那 祂是我永远的依靠 走过第一路 要幻想要泪水 将成为 祝恩典的记号 滴滴恩雨 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雨之声 以世界各地华人 经历耶稣基督 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 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 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 齐心努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分享